许是同情心在作祟 回到城市 邹昊对着男人那张冰块脸上念叨了几句 陶小姐拿到结婚证的时候都哭了 也不知道是兴奋的还是失落的 毕竟照片是披上去的 男人中的签文件的手微微地停顿了一下 但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知道您是想引婚以后 陶小姐也没有哭 没有闹 很乖的样子 她 气氛忽然之间变得好冷好诡异啊 邹昊站直了身子 陈总 没事我就先下去了 陶陶需要哄一下 哄 陈总 你会哄吗 滚 陶乐乐提着简单的行李到这里时 已经是晚上了 王姨还是之前那般的热情 看到陶乐乐时 眼睛都是笑眯眯的 不过这次她是改口叫了太太 一天之内 她被两个人这么叫了 嫩生生的小脸都有些挂不住了 她才二十岁呀 有的佣人叫她陶陶 有的佣人叫她太太 有的难管是也叫她太太 感觉这声太太 是不是把她叫老了好多呀 男神大人依旧没回来 王姨也没敢对她多做安排 她就自己睡在了上次来的那间卧室里头 成立围固在家里 据说是回了成家老宅 陶乐乐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家里 浑身都充满了不自在感 而这种不自在的感觉 就跟当初回到陶家时是一样的 可能说最近都没怎么好好休息的缘故吧 本来紧张的陶乐乐 一下子就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陶乐乐感觉到 有男人的身影 好像进到房间 慢慢地压到了自己的身上来 男人压上来的时候 陶乐乐竟有一时之间是懵逼的 就连自己的心脏也骤停了好几秒 天哪 要是早知道男神大人在新婚之夜 就这样对她 她早就去网上查一些资料了好吗 怎么办怎么办 要是发现自己不是第一次该怎么办 她紧张地双手紧抓着身下的床单 那个 程先生 今天晚上可能不行 我大姨妈来了 男人半天都没有再动作 本来很有引擬气氛的卧室里头 气压一下子低了好几度 男人的呼吸也慢慢地平稳下来 她一言不发地就从陶乐乐的身上撤离 长腿迈向了浴室的方向 直到浴室里响起了花花的水声 陶乐乐这才大大的喘了口气 自己真的刚刚快被吓死了好吗 她在心里又开始咒骂起蒋切南来 要不是自己生日那天蒋切南给她下药 让她被一个牛郎给睡了 她至于给男神撒这样一个谎吗 至于男神大人不介意她不干净了 但是自己介意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男神大人不是说隐婚的吗 她好像也知道自己有孩子了 娶她不过就是给成立为当后妈的吗 怎么这才第一天 两个人就差一点擦枪走火呢 程席之从浴室里出来时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虽然某些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但是男人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上 并没有什么满足感可言 男人无奈地捏了捏眉心 大床上那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睡衣依旧是保守老旧派的吊带裙 但是依旧掩饰不住陶乐乐 青涩娇好的曲线 她还很小 刚刚成年的样子 尤其是那张小脸蛋 嫩得简直能够掐出水来 男人看着 呼吸又开始加重起来 她的眸眼开始沉了下去 唉 自己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 没心没肺的小二货呢 唉 胡说 你今儿不是刚领证吗 我在家陪老婆 找我这顾家寡人做什么 她害羞了 不让我碰她 他说不让你碰你就不碰 拜托 我是君子好吗 你要真是君子 那你不告诉她 你不告诉她 你娶她就是因为 只有在她面前 你才可以彰显你男人本色 唉 她毕竟还小 我怕吓着她 唉呀 那你知不知道 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啊 算了 不说了 不懂女人也正常 傅锦红 你别说风凉话了 等你以后也有了老婆 你自然就懂了 好玩真的 好玩真的 我还能跟她扯针吗 像你 哼 唉 我还以为你只是为了 想合法跟她在一起呢 陶陶说 她大姨妈来了 真期待七天之后 这陶乐乐还会用 什么样的理由呢 你别告诉我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晚睡她的人是你 啊 嗯 父亲红茶的一口气都提不上来了 这男人简直不能更坏了吧 睡了人家小姑娘不给钱也就算了 还隐婚把人家给娶回来了 简直就是禽兽不如啊 这算什么 睡过一夜之后就彻底忘不了了吗 可谁又知道 他们俩从小就认识呢 而另一头的陶乐乐 这一觉睡得很沉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大床的另外一边空荡荡的 被褥不像是有人睡过的样子 陶乐乐定了定神 这才想起来 昨天晚上自己情急之下 用大姨妈给糊弄过去了 她的嘴角翻着一抹苦笑下了床 自己的人生好像简直不能再狗血了吧 收拾完一切下楼时 这才发现 她的男神大人居然还没去上班 程 程先生早 嗯 男人淡淡地嗡了一声 冷漠的样子 跟昨晚简直判若两人 陶乐乐真的很怕她 拉起椅子 在她的对面的餐桌上坐下来 看她满脸不爽的样子 也不敢再多言 王怡这时候笑盈盈地走过来 将早餐给她摆好 陶陶昨晚辛苦了 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陶乐乐有点不好意思了 其实她对男人了解的不多 虽然该做的也都做过了 但是那晚毕竟是醉了 又加上中了魅药 甚至不大清晰 意识到自己都在想了些什么 她的小脸一片通红 碰巧 男神大人这事将报纸翻面 她一紧张 抓起手边的牛奶就喝了起来 她心虚的厉害 一下子又被呛住了 淘淘真是害羞了 一直淡定 自若看报纸的男人 听到动静之后 缓缓地放下了手里头的报纸 掀起眼皮 看了对面的小女孩一眼 陶乐乐今天穿了一件 水粉色的连衣裙 领口稍大 露出了她迷人的锁骨 精致的鹅蛋脸上粉扑扑的 陶乐乐偷偷用余光 打量了一下男神大人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她感觉 男神大人的脸色 好像比她之前下楼时 更加的黑了 陈先生 丽维今天会回来吗 陶陶 你怎么还喊陈先生呢 该改口了 陶乐乐心想 改口 那改成叫什么 大哥哥是绝对不能叫的 不然就露馅了 老公更是不能叫了 说好是隐婚的 席之 更不行了 我现在跟他都不熟呢 那貌似 也就只有一个称呼了 对面的男人 也厚整以下地 看着傻愣愣思考的小女人 哼 她倒要看看 这女人到底会叫自己什么呢 那个 书 承袭之听得一口茶都喷出好远去啊 怎么也想不到这女人憋了老半天 居然会喊自己一声书 王一看着自家先生那张黑如锅底的脸 漠不作声地就退了下去 陶陶还小 希望先生一定要手下留情才好啊 你叫我什么 书 书啊 你是我侄女儿吗 头了了摇头 那你喊我书干嘛 不 不是啊 我就是看现在人都这么叫 你比我大十岁 我总不能喊你哥吧 那 那又不能喊得太亲密 就 就 就只好喊书了 你是嫌我老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觉得这样喊 好像可能 与咱们的关系 更相配一些 咱们的关系 好 那你说说 咱们俩现在是属于什么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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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